他过来,这上面都不是嘛 所以他会把Low丢给长明 长明再丢给谁 再丢回给X 他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接到的话 X里面是Low 然后Y的话呢 它里面是VH 所以VH的话呢 那回来的部分 这个VH VH的话呢 回来就是VeryHigh 所以 我们就有X跟Y了 有没有这两个 最重要是这两个 那底下我多一个函数 再来的话呢 我就要比对 比对什么呢 比对 底下的部分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 就是什么 我要比的是 这个风险矩阵 那风险矩阵部分的话呢 就是 我要等于是切过来 不过其实你不用切过来 你可以直接用什么 加一个Shit 刮弧2 就不用切过来 但你也可以什么 Shit2.slate切过来 那 那这边的话 比对方法就是这样 就是把两个串接 X &Y 有没有 如果等于Z 那这边Z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后面 太长了 所以如果你 把它直接写到这边 当然也可以啦 不过程式会变得比较长 不过程式会变得比较长 我的习惯是 先把 第2个工作表 这样你可以这样写2 或者是 风险矩阵 把它的什么 B栏 跟他的C栏 两个 串接在一起 所以他的B栏跟C栏 那因为 这边有个J 可特别说 这个J 我是用来当成是 第2个工作表的利号 不是蓝 因为 这边已经被用掉 I已经被用掉 所以我这边用J 然后呢 去比对 这两个相串接 如果等于 XY的话 那就应该把什么 把这个 D栏 把它带到哪里呢 带到前面来 前面哪一个呢 带到前面的 这个D栏 带到前面这个 的什么呢 I栏里面 哪一个I栏呢 就是Sales I列的 这个 DI列的I栏 然后呢 可以把它 直接丢过来 那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跑过来的话 它就是 我按F8 主板跑一下 它会怎么样 先跑到这边来 X现在还没取得 因为我这边先取的L 它去 去比 比到这边 一个L 有没有 Function Return 回来 这个时候的话呢 X就是Low 一样的道理 到这边 它会先跳这边 取得一个Y Value Hard 所以这两个串接的结果 再跟 其他的地方比对一下 那比对的方法 它自己会先串接 Low 是不是 相等 不相等 所以跳过 直到呢 有一个结果出来的话 它就会这样 跳进来 一个就输出了 输出完之后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一直比 一直比 比完之后的话呢 就会把结果给输出了 OK 这样比 那 同样的方法 类似的方法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可以 取得 这边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总风险 函数 那取两个 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那一样了 过来东西先转换 转换之后再比对 所以 我这边呢 写完的结果 我们也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逻辑上 跟 刚刚这个 蛮接近的 我在底下这边 一样 先 一个X 一个Y 然后去哪里比对呢 去后面的这个风险 矩阵比对 第三列 到第18列 比对一下 实际上呢 这个部分 跟上面的 那个程式 其实是相近的 差别是说 输出到哪里 其他都一样 OK 提供给各位参考 所以做完的话呢 就可以 按下这个按钮 结果就出来 或者是说呢 游标放这边 插入一个函数 然后 确定 给两个值 结果 没问题 直接向下填满 好吧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 利用那个 其实主要是 比较难的 这个我想 城市里面呢 跟前面 比较 不太一样的地方 应该是那个 转换 那我这边 有多写了一个 方选 这个方选 不是 之前制定函数里面的 用的方选 而是 再给那个 转换用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转换之后再比对 试试看 这边 这边 是